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终于我要回答这个已经问了超过一个月的问题 一位师姐她说一位法师在讲开示的时候 就说这位法师她念佛二三十年才稍微有一些感应 她听了就觉得说都要念上二三十年才得那么一点感应 那我们这些佛教徒怎么样呢 那感应是什么呢 她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放在是打佛妻的时候来讲 绝对是一个好话题 不过也不限佛妻了 任何时候都需要知道 首先说感应是什么 我先问各位吃饭会饱闻着钉了会痒这是感应吗 这应该叫反应啊 也有说对着三鼓喊啊 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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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会跟你讲爱你 那个是回应嘛 那感应到底是什么 感应啊 小的来说 就着就是那个当下眼前 我举一个例子讲 我记得我也还很小 然后有一个 我应该算就我的外甥吧 他更小 就是当我们都小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呢 就跟我讲 阿姨 我做噩梦 我好害怕 当时我其实没有什么方法 我当然是陪着他睡觉啦 然后我当时手上呢 其实我们没有很真的学佛 不过手上刚好有串念珠 我就把这串念珠啊 跟他讲 我说 你戴上这串念珠 你就不会害怕啦 你就会被保护住啦 这样 他真的 他就真的戴着念珠 然后就靠着我就睡着啦 睡得很安心 其实我们都不懂任何佛法 我甚至连欧弥陀佛 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串念珠会有保佑 就帮他戴上 就这样子 所以在讲感应 我说 眼前当下 小有小的感应 大有大的感应 小的感应是什么呢 比如说 真的那个不安 烦恼 会平息 因为你心安嘛 当你心中 你念佛的时候 心中有佛 你这种内心啊 平安了 那种烦恼就减轻了 智慧就增长了 心不乱 看事情理路就清楚了 这个也是感应 那大的感应是什么呢 念佛 发愿 得生西方 真的 连 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都可以成就了 那些小事情 当然更加没问题了 这个就在 你一个念佛的人 那个 信 行 愿 就是 我绝对的相信 这就是唯一的方向 这就是一定要去 最终 这个安养的地方 相信 然后我就是念佛 一心不乱的念佛 然后 除了念佛 信 行 愿 这个行 除了说念佛之外 我一样要把 这个做人 这人 所谓的 敬业三福行 要修好 我相信我做得到 我做得好 然后愿 我发愿 说要去 一定可以去 当你这个功课 净土的这个 这个功课 资粮都准备好了 很自然的 你只管安心念佛 自有感应 只是说这个感应 是不假外求 不是说 我什么时候 佛菩萨可以显现 给我看一下 其实 你要去求来的 着相的 执着的 反而距离会远 但是当你一心 清静 只是单纯的念佛的时候 感应是自然有的 这位法师有这位法师的感应 与你无关 你呢 你就只管念佛 安心去念去 自有你的感应 其实有一些感应 是我们知道 有些感应我们不知道 那么要 所谓要知道 这当然是 也要看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 比如说 念佛 到得以见佛 这是记载上 是确实有的 我个人都有这种体会 也是有的 还有念佛 念到进入念佛三昧 通生发光 这些 在我们身边的人都 实际上都有经历过的 那么 只是我说 这些是不是求来的 你不要求 他有他的功夫 他有他的功课 你也有你的功夫 你的功课 那种念佛 看你用什么心 像师父 大师教我们 有的人用欢欢喜喜的 就是 我想到佛菩萨的圣人 很开心 一天都开心 欢喜的念佛 那有的是 那种悲悲怯怯的 觉得感叹 比如说 这段疫情期间 其实我 昨天跟大家讲讲话 我觉得不太好讲 因为 其实内心很难受的 我还是会感叹说 人的劣根性 在这个时候 就让他 某一种外源的刺激下 你让他的劣根性 去爆发出来 实在是很痛心 因为短暂的安宁 平静 这是不容易得来的 多么希望大家 去保护他 甚至于去争取他 但今天 看到这个 网生的 弗洛伊德的弟弟 他出来讲话 我就感觉到 好像那个金恩博士 他那几句话 也很有那种 不管是振奋人心也好 安定人心也好 像这一些 就是 因为这个外境时局比较乱 所以我想大家 念佛得心安 这也就是现在需要的感应 那刚刚我讲说 这位 王者的弟弟 他出来讲几句话 也很有安定人心的 这种力量 你去破坏那些 不代表什么 其实好好地做人 多参与公民运动 就是这种选举 这些还比较实际上有用 去做有用的事 回家去 然后好好做人 好好的 这个过上日子 那反而是有作用的 所以 只是我想说 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比较乱 更加的 我想这个时候回答问题是 timing是刚刚好 这个时间点 衔接的刚好 就是我们不能够为 这个社会或者国家 或者人们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念佛 必有感应 什么样的感应呢 当你的念佛心安 念佛心安定 心不狂乱 心宁静 你的世界就跟着 平定下来 如果我们大家都在这个时候 不管你是诵持哪一部经典 或者是参与共修 听法 或者你自己做功课 包含念佛 好好把一句佛号 用我们真心把这一句佛号念好 真的 刚刚讲说 卑卑怯怯的念 过去我都有时候讲开示 念佛的时候 我会说 念一佛名哭一声 深深哭向大尺尊 此回若不归家去 六道何时得脱身 你要是这样子 悲怯的去念 就是 这说不太苦了 真的 还是要发愿往生 然后你用这样的心 慢慢的念 慢慢念 让这一份 平定下来 然后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会跟着平静下来 这个时候其实很需要 我们大家 共同发起这一份正念 提起正念 好好把一句佛号给念好 把自己的功课做好 我相信 这股潜藏的力量 当大家安定的力量 慢慢慢慢在传播出去的时候 它连结起来 那就是这个世间 最需要的一股安定的力量 我们大家一起 念佛 必有感应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